歡迎收看 DailyBot 這個系列呢要帶大家認識 各行各業的職業秘星跟八卦 那今天我們邀請了三位平面攝影師 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吧 哈囉我是傑希 蔡傑希 蔡傑希 蔡傑瑞傑斯 然後入行大概四年左右 哈囉大家好我是TOO小兔 我接觸攝影大概八年 然後真正自己接案大概是兩年半 大家好我是果要 接觸攝影大概從學生實習到現在 十幾年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我最老這樣 然後工作大概應該有七年左右吧 那你們當初是怎麼接觸攝影這個工作 所以剛才是先從拍家人開始 就把一些作品放在網路上面 之後發現好像蠻多人喜歡這種感覺 或這種工作 我的後來我是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當擔任外拍model 然後從被拍開始就是 就是有開始接觸攝影 對我覺得很奇妙的 就是說我大學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認真的去 去學習攝影這件事 就是攝影課啊 還有甚至是修圖 其實我都不會 我也壓根人都沒想到 我出社會 會接觸這個 怎麼都會有北京強 因為被拍之後 我發現其實很多 很多畫面我想要自己創造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男生的想法 尤其跟女生會不一樣 然後我以前接觸的大部分都是 男生的攝影師 好像沒有什麼女生的攝影師 那國耀哥 國耀哥 國耀哥 國耀請你的年齡的 我的年齡啊 因為你看起來其實還是很年輕 三十好幾了 三十好 那還好 剛學生念平面設計 其實後來慢慢走向攝影機 其實是因為 設計做不好 然後就開始 就是往攝影前進 因為我可能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然後其實設計畫比較多時間 然後攝影比較快 因為想說好吧 那我就去拍照 好有道理喔 因為拍照 入這行最辛苦的地方 不穩定 因為我覺得主要是我們這行 就是大案員的時候 就去看得很大 但是小了 沒有的時候就去看得很大 也有淡忘記喔 其實有耶 我也會接些政府案 只是大家會不會知道 很辛苦耶 就是可能是器材的部分 因為真的很重 其實都有職業 直接傷害 就是有什麼碗碎到症候 所以你要跟其他攝影大哥搶那個位置 我這種攝影 那種越大盤 然後相機越大就可以搶越前面 然後腳架大可以臉 看那女生要怎麼插進去 可是大哥看到漂亮的小女生 應該還是說 欸不是錢 對啊 你假裝是那個現場 因為想說你是bottle 對 相機拿出來這樣 跟同年齡的攝影師比起來 其實我算是比較晚 進入上essing 那因為其實我年紀也不小 坦白說 所以 有時候可能為了要幹作品 就可能要累積 能量的時候 就會被覺得比較辛苦 所以就很羨慕我們兩位年輕人 還年輕 然後現在就趕快開始了 然後有初術的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還可以當男生 就是兩位 你不是台灣人對不對 對我不是台灣人 你是 馬來西亞 我的那個年代 對我們都是看台灣的偶像劇 然後台灣的綜藝節目 長大的 所以其實受台灣的文化影響很深 那時候就一直想到說 那我就可以去台灣看看去念書 可以用三個詞形容一下自己的作品風格嗎 我想要給人家感覺是 清新 舒服的 還有有愛的 溫暖的 然後 真實的 情感的真實 然後跟 年輕的吧 因為我就覺得 我一直想要拍出 二十幾歲的這個演說 你剛剛要講第三個詞的時候 就看了那瓶酒一下 我想說你到那邊找什麼 最傳什麼 高濃度 比較安靜的感覺 自己創作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黑白為主 成長背景關係 所以我就可能比較安靜 然後比較孤獨 然後 那單身嗎 單親嗎 你是問單人 單身 單親活不在 目前是對不對 剛好對不對 對 那妳有專心 那妳有推薦 就是妳們的攝影器材嗎 我也是用C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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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雖然有聽說 女生會比較喜歡用收尼 因為比較輕 對 但因為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收尼單身比較大 所以 是要價格 我自己 我的話是因為以前外拍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被N牌跟C牌拍過 C牌的顏色比較暖一點 那我喜歡暖的顏色 拍人像比較溫和 比較溫暖 然後大學的時候 第一台就是C牌的450D 後來就慢慢一直到現在也是C牌 書裡面有寫喔 還想再來看一次 我覺得我還蠻明顯的 講話方式其實蠻明顯的 我想要問你就是 你有發過一個外國男生 對 他跟你是什麼關係 其實我發過很多外國男生 就是 畫他那個畫 畫的那個 他是我的室友 只是室友 真的室友 真的室友嗎 你的室友不是什麼室友 但我們很 就是 像家人 像家人 他是我在美國唯一 到現在還比較有在聯絡的 所以那個真的是有 心靈上的連結 只有心靈上 就不只是身體上的關係 不只是身體上的關係 不只是你那 當初有沒有啟蒙的作品 或是人 我覺得我剛開始接觸說 例如說拍照這件事情 真的就從社群 就從很早之前在華盛頓 我剛開始追蹤幾個 其中一個就是 日本攝影師 冰陰影明 然後就看他拍他兩個兒子 然後就覺得這個好可愛喔 所以我那時候也回家的時候 也是拍我兩個弟弟 外拍那時候 有遇到一個老師 也是女老師的 然後他是李莎拉老師 然後因為我每次看到他跟男生 拍的都不太一樣 然後尤其是拍女生 我覺得他都有把那個情感 呈現出來 而不是像男生可能拍 可能性感的部分會變情色 很容易就會歪掉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就是因為老師的作品 讓我覺得 我看到很多他內在的東西 我應該就是大學加入社團 每個禮拜都有安排不同老師 來上課 那時候有一位叫陳葉宏老師 他那時候是蘋果日報的副刊記者 但他其實本身會拍自己很多自己的作品 可能都是比較騙計時廟會 然後街拍之類的 其實那時候 大部分都是看 算是看他的作品成長 那時候其實就受他的影響蠻大的 認識的一位叫黃建亮老師 對他那時候 應該是他把我帶到攝影裡面去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拍的主題 但是礙於現實啊 然後還沒有辦法完成的作品 我自己會很想拍台灣 但應該說台灣的具體是什麼 我就還在想 很想要回家拍照 那為什麼不回去 你當然也是因為工作 因為時間 對也是因為時間關聯的不太好 這樣一直留在採訪 我最自豪或是最滿意 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作品 我畢業那一年是 建國百年嘛 對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拍一百位一百歲的爺人 因為其實他們也和台灣一起成長一百年這樣 可是因為他們就 算是市井小民 所以其實在他們的生活 或是在生命時代 可能不會有人特別去 好厲害喔 去記錄他們 所以那時候的初衷大概就是這樣 那時候就開始透過這些照片 跟在仿視的過程中 開始去思考說 人活這到底是要在乎生命的長度 生命的寬度 有些照片真的有點可怕 對其實有些照片是蠻感傷的 因為很多爺爺奶奶其實到了這個時候 其實真的已經就不能一 而且他們 他們可能從八十歲開始 結果可能就已經不能行動了 這個狀態了 他可能就在床上躺了二十年 二十年 所以前陣子不是有在推崇 安樂世界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我們真的可以再回去思考說 到底人可不可以自主的選擇 我什麼時候要離開 等於其實我們誕生的時候 已經沒有辦法選擇 那離開的時候 是否也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 是 這就可能比較 有點沉重的議題 生命的故事 嗯 那我們看一下比較歡樂的 攝影作品 起雞皮疙瘩 我是生命誕生的故事 生命誕生 然後它是我一位朋友他很特別 他才懷孕三個月 看不出來 是我拍的第一組孕婦 還蠻感謝我這個朋友的 他讓我嘗試得得 我的人生第一個孕婦寫真 然後大尺度這樣讓我拍 然後後來就對於孕婦這一塊 我覺得還蠻想要再去做很多不一樣的嘗試 對 甚至後面還有拍攝水中生產 然後就是我覺得他會找我 也是希望不要把它拍得太寫心的畫面 寫實啊 對然後我就是可以透過一些角度 或是抓比較好的 然後你看我又反光 太搞不好 然後很特別是他們生出來之後 那個旗袋是真的是還在跳動的 然後就是 他跟爸爸一起在水裡面 就是幫老婆一起生這樣子 然後還摸得到那個旗袋是在跳的 然後一起去剪旗袋 你說你嗎 然後攝影師也拿著箱子 拿著上機拿著剪刀 剪 然後其實他其實只是一個 因為我到美國之後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攝影師 他叫Ryan McGinnney 然後他其實拍很多 就是美國年輕的 他其實剛開始會紅 雖然他拍了很多他的朋友在用藥啊 在心愛啊 但後來拍了很多公路旅行 我就很喜歡那個感覺 然後應該說我這本書其實在寫的就是 一個旅程的概念 就是從一個旅程的開始到熱戀到矛盾 然後到最後自我成長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攝影計畫是 我覺得很適合貫傳在這本書的概念 然後他就是要在路上 怎麼說就是我覺得年輕時候有一種猖狂 或是有一種執著 有一種熱 那個東西是慢慢 我在23、24之後慢慢被磨掉的東西 但我就覺得 你已經被磨掉了還那麼年輕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一定會感受到 就是感受到剛開始的那種熱愛已經慢慢被磨掉 但我覺得像這樣的東西就是 太快了 就是要提醒我自己 他其實就是我要記得年輕時候的那種 那種蜘蛛的那個出走 年輕人說記得年輕人說 完全沒有 不行 董事先說 Ready Go 潤華裔 一隻 TEMPO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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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 量詞TEMPO Ready Go 好可愛 好 換學校 換學校 一瓶 蘇金館 兩根 試鏡筆 三隻 Tiger 蛤 什麼 Tiger 什麼 什麼 毛虎 我看別人英文 英文你可以說 而且而且 而且剛剛TEMPO是錯的 量詞TEMPO Ready Go 軟巢 兩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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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講真的軟巢 這兩個 量詞TEMPO Ready Go Macho 彌碟 一隻 知 unlike 驗运棒 兩根 镜頭蓋 tren 三個 猴子 四隻 λο 誒 出題啊 出題啊 你追了嗎 誰出題 你要出題啊 你算是要繼續出題了 大量詞TEMPO Ready Go 我再乾燥第二次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啤酒 一瓶 衛生棉條 兩條 乾燥花束 三數 雞皮 五片 四吧 四片吧 它不是三數 它三數在你四片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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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永遠沒那麼多 沒有辦法脫到脖子 就被卡住 我還在請到我要出什麼題目啊 不用了 好 換個位子好了 應該是位子的問題 不是位子的問題吧 好 量子TEMPO READY GO 二子 一隻 豬毛 兩根 裸體 三句 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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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啦 五 五 五杯 裸體 裸體 從 有連帶銀水一起喝 一起喝 量子TEMPO READY GO 方持 一隻 模特爾 兩位 雞皮疙瘩 三次 是百折群 三條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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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是四條 醬池TEMPO READY GO 一個 杯子 兩個 濃縮咖啡 四杯 破破代曆 三杯吧 三杯 破 太到了 終於 太到了 終於 那有沒有什麼攝影師之間的八卦 我的話因為接觸外拍嘛 然後就是有聽說很多攝影師都是 為了想要把妹然後去 去 當 聲稱自己是攝影師 可是其實很多都 意圖不軌 對 甚至有些會在你離開的時候 都都下 下藥什麼 這真的嗎 真的 然後也有聽過就是我朋友的攝影棚 他在更衣間裡面偷偷裝了那個 針孔 針孔攝影機 然後偷換 偷拍model 換衣服的過程之類的 然後受害好像不止一個 就是那一天有在攝影棚的都被拍到了 後來因為那個攝影棚是我朋友自己裝潢的 所以他都知道說哪邊多了什麼東西 他馬上就抓到 對啊 因為我以前有想過就是會不會有人把自己的前任啊 或什麼什麼變成一個系列 對啊在這裡啊 你真的有是不是 這個系列 他叫紫層塞 對 裡面都是你的愛人 就是不一定是愛 但我覺得就是有這一點 可能是情人 對的情人 性人 性人 性人是什麼 對啊 然後我最近的經驗是我去廢墟拍的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是去一群人去 所以還好我們還會爬大白天的 然後聽說就是回來的時候看影片 因為我們有去錄一些花絮 然後就有看得到的朋友說 欸影片說那個是你們的朋友嗎 然後他在你旁邊就是 好恐怖喔 看著你 然後我朋友還是撞到一個這樣 大白天還有看到地上很多名字 可是地主以為我們在拍鬼片 可是我們剛剛說我們只是去拍雜誌 然後就是我們看到那些名字的時候也覺得很可怕 撒了一根名字 對然後其實就是跟大家說不要去製造這些 那個朋友就看到好兄弟在那邊撿 對然後我又怕就是會有 你朋友看到 名字是不是就是隨機的 名字就是我們拜拜的 喔名字 名字 拜拜有沒有什麼 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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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一點 好 我也覺得變好冷喔 對啊 很冷嗎 這是朋友變多啊 好久不久 不要啦不要 大家都是想問你們有沒有給想入這一行的 或是現在可能只是摸索攝影但是想要變成工作的人 就是一開始大家 我覺得不要太追求於設備 你可以先找到你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你喜歡的是什麼 你可以先從二手相機開始用起 或是甚至手機其實也可以 我自己是覺得多看吧 就是我覺得 你的資料固多了你才能找出你自己的反應 然後我覺得不用 我覺得不用急耶 因為我自己有感覺到其實蠻多人很急著想要成名 或是急著想要幹嘛幹嘛幹嘛 但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喜歡創作喜歡拍攝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還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 就是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回到攝影創作的話 因為我覺得攝影最重要的還是人本身 因為有人才有攝影 所以就好像剛剛JC提到的就是 他可能還是要忠於自己的身影這樣子 那我曾經有說過一句話 完整的我忘了 但意思大概就是 其實你要好好的過生活 你要懂得過自己的生活 才可以拍出自己的東西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 謝謝 下次再見囉 拜拜